天赐三说关了,周深得了终极天赐金曲,观众很不舍说再见了。 一转眼,天赐的声音三已经接近了尾声,很多人都在留恋着天赐三,他们很难说再见, 因为周深的实力每一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惊喜,周深的出现不但让天赐的声音三更上一层楼,更是让几十首经典歌曲成为了热门歌曲,周深简直就是一个百大小天才,不管是与谁合唱,都能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场面一个比一个高能,下面就一起来听听吧。 周深与李克勤的合作可以称得上首首都是经典,他们共同演绎的天赐, 下有情人让我听得意犹未尽,一个浑厚内敛,一个纯彻干净,这首吃男乐女神曲,被两人演绎的出神入化。 中文字幕影者 李克勤的合作可以称致。 在王兴林的演唱会上 周深作为嘉宾与其合作一首雪落下的声音 一个声音甜美一个空灵 再加上他们深情的演唱 让我瞬间想起了初恋 听完之后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不是你借着我将心意 就开了眼睛 漫天的雪不尽 谁来陪着地上 逃过我们家里 周深和张绍涵 强强联合带来一首《一路生花》 很暖很治愈 一位歌声空灵干净 一位歌声高亢有力 简直就是天作之和 成功带给观众一场绝美的试听盛宴 我希望寻过的愿望 一路生花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 岁月在冲刷 泥流沧桑的雪花 安静的夜晚你在想睡吗 一路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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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和彭博的生命力 周深后面的和声就是画龙点睛 两位分则各自为王 何则天下无双 张绍涵向盛放的夏花 周深向漫天的晚霞 看到姐弟合作了 完美收官 如果把两人的歌声比作花朵生长的话 张绍涵的声音是彭博的生命力 一往无前 周深的声音是自我疗愈的能力 温暖包容 周深天字的声音完美收官 精彩的舞台记忆游行 唯美的声音空灵悠扬 每一首歌都经典精彩 荣获本季荣耀金曲实至名归 愿周深的未来的事业一路生花 继续绽放精彩 期待更多更大的舞台 这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讨论哦 让这个舞台的气质有了新的元素 然后周深是一个唱得又那么好 还这么努力 还这么有综艺感的一个歌手 一点都不夸张 非常非常努力 勤奋还聪明 他的对于音乐上的想法 然后他的在音乐中间的天马行空和 音乐的心和想表达爱的那个心是非常大的 每个人都是在互相成就 以及互相迁就 大家都是想用两个不同的声音 然后用一个编曲去传达 我们共同想传达的东西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也是特遗憾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起唱过歌 这么多年你看看 关系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吧 真的我们从来没有 对啊 为什么呢 你反省一下 但是就是这一次跟《毕城合作》 突然有点点恍惚穿越到我们之前 刚出道的时候 就一下就啊 就那天我们还私下感叹 我们居然已经出道这么初期了 他自己恍惚了有点 他自己恍惚了有点 因为天字声音舞台会有来好声音的歌手嘛 每次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他们俩眼神 对我恍惚 错觉 对 和深深 亲切感 和亲近感 好像永远都不会被时间抹杀掉 我为什么会为你哭 好奇怪呀 他说什么了啊 他那么有才华 对音乐有他的坚持 然后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 我们都成长 然后对毕城 其实我跟你没有很多话要说 我说不出那个感觉 你懂我吗 就是就像今天最后一集12期 我一上来我就说 我跟毕城录这么多期节目 我突然就很恍惚 我觉得好像所有事情 又回到了我最初起始的地方 就你一切你都那么熟悉 就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 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 毕城 没有后边的话了吗 后面的话一路生花 就希望希望你好好的 希望开开心心好好的 谢谢 健健康